台北家勤逼发市场检除H1N2高病原病毒 诺友会防检局追查发现 感染机制来自云林县一家土机场 目前该机场已情节消毒 防检局将持续监督防范疫情 台北市一名八岁女童 已死因营养破粮挨二等原因死亡 调查发现女童身高只有90公分 体重才8公斤 受到不成人形 本概念小二却未报到 教育单位竟也未通报 而福联盟指责事不失职 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周四出审通过 铁部罚草案 提高卖黄牛票的罚则 从过去一笔交易开罚1000元 改为卖多少张罚多少张 罚金最高为票价的10倍 另外草案也明定 使用违法城市大量订票 同样能开罚最高50万元 十二年国教课程总纲草案 调降国语文必修课程实数 引发抢救国语文教育联盟批评 认为教育部此举将让国语文教育 趋精存无 导致学生与文能力更加低落 联盟发起联署成型 包括诗人余光忠 中研医院士许卓云 前台大校长孙正等都加入联署 新台电视整理报道 本集团� 本集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